刚刚讲,在这个TQC Plus这个网站上,你可以找一下软体设计这个领域 领域这边有这么多,我建议各位有时间的话,因为以后如果你要走开发的话 这些不免俗的应该都要会一些 那其中的话,我们是讲这个基础的行动装置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可以短时间,可以完成,没问题 总共大概五题,最好十题都做过,再去考试,我想比较有把握 那相关的补充资料在我的哪里呢,在云端上面这边有个补充资源 里面的这个PDF档,这边其他他还有啦 其他还有一些资源,我想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那这个点进去之后的话,里面就是我们要的题目 就是刚刚一零,那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多讲几题 如果没时间,我们至少要把这一题让各位了解 这个计算BMI这一题 那这一题实际上就是用主要的重点,他已经跟我们提示说 如果你要把这个页面跳到另外一页面的话 他的运作是一个Activity 那特别是一个Activity带出一个View 一个画面 也就是说这个Activity,一个Activity第一个 他会带这个 那如果你要换到下一页的话 一定要第二个,这个Activity1,对不对 如果你要去切到下一个Activity2 再把另外一个页面带出来 他的带法是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第二个页面带出来,并且把它叠上去 所以实际上你看到的,好像是第二个 第一个在哪里?第一个在后面 把第二个关掉,第一个又出来了 那可是问题啊,在那个Android里面呢 它不是直接就切,不像网页超连接 有没有,超连接按下去,连过去就好,对不对 但是在Android里面很麻烦 它不能够直接用超连接 那怎么办呢? 必须要应用一个叫Intent 帮我们做什么?做传递讯息 而且Intent里面呢 主要是什么?我由这一个Activity 呼叫另外Activity 把它叫起来 那叫起来的同时呢 顺便也把什么? 把第二个页面也把它叫起来 所以结果就叠上去了嘛 OK,那还不止这样哦 一个Activity 第二个是Intent 第三个呢 你还要去设定什么? 如果你又增加了第二个Activity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注册 我叫注册啦 不过一般书里面不叫 它叫Manifest Android Manifest 前面我们讲一个注册登录档 你要去登录 也就是你如果产生第二个的话 你必须再去登录 如果你其中一个动作没做的话 很抱歉哦 一定就会有bug出现哦 所以这一题其实有点繁琐 但是如果你懂了这个 这个逻辑的话 那你可以就很容易就可以做出多页面的部分 再来就是说 Intent在传递的时候 它只是呼叫 如果你要顺便把资料带过去 比如说带过去什么? 它是男、是女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带过去之后才去做计算的话 那这个地方还需要另外一个 一个类别 叫做bundle Intent里面还要bundle 有点像我们寄email 那个